今天就晚了一點和大家開始今天的青蛇話 iMoney的青蛇話本來平時都是5點鬆一點 但是今天由5點到現在我都是在塞車 因為由則如沖過去尖沙咀拍攝的時候 本來是的士轉的士 接著已經塞過隧道塞得很緊要 因為應該有些人在收工或者提早 他們收工就開始做東了 但是回來的時候打算坐船很聰明 怎麼知道 冷聰明變了豬頭餅 因為一上到中環碼頭 只是看到一條人龍在等的士 但是的士一架都沒有 當然是打算坐一個快線的7月2番 過來則如沖 就走大運 東廊都差不多上不了 在遊艇會那個位置 因為整條東廊塞了很多車 就進入東水 接著就海水渡流塞回頭 無論如何都好 終於都來到做Live了 祝大家今天有一個很愉快的冬至 冬大過年 和家人一起祝福 小小組小組小小組小小組小小組 因為低開七十幾點之後 跌過八幾點 接著又再鬥上來 但是升不到 升不得起 因為年晚流流 其實疫情現在由第四波 可能已經進一步了 要爆上去第五波 希望今天真是擋得住 今晚停了那些英國來往香港的航班 因為歐洲那邊 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全部都集你 英國那個病毒變種 英國不是自己說的 是荷蘭話的 法國有些英國過來的病毒株變種 這隻傳染五力這麼高 這隻病毒 真是比上次十幾年前 SARS那個病毒聰明很多 它會在一個宿主身上 先不要發病 接著呢 接著是怎樣 接著等你到處去播毒 接著就大爆發 所以大家乖一點 那就是要大家努力去令到這次第四波快點結束 如果不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這次就大劑了 如果被英國那隻變種病毒株進來 真是不要說死得人多 還有第四波都搞成這樣 連年輕人的徵狀都不放覺 不過我現在很亂 因為最主要 因為接下來 這個禮拜五 大家就可以在今期來的 星期五出的啦 聖誕節Christmas Day出的啦 先預祝大家 是啊 Merry Christmas 那留意著 Merry Christmas先 那今個禮拜五呢 這個Killokillokillopi 嘩這條筋又亂 我還一搭搭兩條鼻子給大家看 那些小朋友呢 如果在家裡 Zoom 那就可以 可以一路Zoom 一路可以生氣 保暖嘛 因為接下來都幾凍下的 那這個Killokillopi 其實是 這個青蛙呢 是我最喜歡最喜歡的 一個卡通公仔 是 那 Show my 白色 這隻 這條 這條是白色的Killokillopi 那今個禮拜五呢 這兩款 如果你買iMoney呢 就會連同 iMoney集資 跟大家見面啦 這個星期五 Christmas day 非常之溫暖 所以呢 差點飆汗 那我們今天呢 會短一點點 因為都知道大家趕著回家 做冬的了 冬大一個年但是呢 今天其實 大家要留意著 八大任務 就是中經會 中央經濟 中央工作 經濟工作會議 那開了之後呢 都有八大任務 其中呢有一些 當然是反壟斷啊 防止無罪確張啊 那這些呢 就壓死那些700 還有9988的 不過不要緊要 在一些數據的流通啊 大健康的範圍啊 或者甚至 新能源 潔淨能源 這些範圍呢 都是一個 政策方向主打 因為現在2030呢 要碳中和啦 那 看下去呢 新能源車 太陽能 風電 還有些光學的玻璃 光復 那都是主題啦 所以今天呢那些是 福萊特 還有 順義光能 順義能源 順義玻璃 那還有就是 一些潔淨能源的相關股份 2208 風電 那都爆了上來的了 年代呢 有時候會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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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隻987 他其實就不是 蝕錢的 他賺錢的 不過賺得少的意思而已 中國再新能源投資 他就做風電的 終於有人記得他 那當然今天可能有些朋友呢 就會留意啊 劉央 重出江湖 重新出山 剛剛今期 iMoney 應該是劉央做的封面 那就推介了幾隻股 今天都爆了上來的了 但是有時候我一見到劉央 我就會 謹慎一點 怎樣都好 那 有時候這些指標 那我 我見三次了底 原來是嗎 藍色 因為這個是 這個綠色 綠色的Killopi幫我貼了地 其實我今天是穿藍色的 怎樣都好 希望大家 接下來星期五 有得選 這個深一點的綠色 這個多一點的白色 這個Killopi 這些筋都是很舒服的 還有可以很保暖的 基本上剛才隱形了 大家都看到 以為沒有穿衣 當然不是啦 隱形的披肩 其實是綠色的披肩 這條白色的披肩 非常之溫暖 追不追得過 三八八 試一想 市場 現在看 除了證券無止法之外 其實我看三八八 為什麼要爆上 記得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我提過 李小家 他一定要三八八爆上 因為 他要exercise 他的option 記不記得 Gulliver離開匯豐的時候 匯豐都抽過上八十五元 到他走了 匯豐就沒有人走 你試一下 九叔 Gulliver現在才走 只剩下三十元 只剩下四十元 所以 小家 他做到十二月尾 就是港交所 是要走的 現在破位 今天去過四百零七 還有 現在這類的股份 你可以想想 今天突然間 有這樣的大成交 當然不簡單 因為成交是 爆升得很厲害 今天他的成交 金額就是四十億 很少可見 他的成交金額 港交所三八八有這麼厲害 那裏是九百九十萬股 差不多成千萬股的成交 因為平時 港交所他那個 平均的成交 是在說三球 兩球 差不多的貨 是說股數 今天突然間 你星期五那天 都是四球貨而已 今天是九球 如果看看那些北水南下的幅度 今天大部分的成交 都是在四百零三元的 都是在四百元樓上 就是說 是創了新高之餘 是有成交配合的 所以有朋友馬上問 追不追一個 我會追的 他下去如果守住 守住三百九十五 三百九十八這些位 他之前的制高點 我都會追 因為有新的突破 那港交所是很貴 但是呢 如果以資金 現在美金這麼弱 那些錢由西面 去再東來的時候 那益了哪些市場呢 其實在過去這幾個月 就算一隻螞蟻上不成 那些錢都沒有什麼走到 那就是證明那些錢是正在進來 那他購買中國 其實都是購買在香港的 就是口裡說不 身體都最誠實 其實市場下不了 但是是不是好像牛央那樣說 他這麼牛 說到三萬點呢 其實現在距離三萬點又有多少呢 四千點 但是買上去之前 會不會有些後助力呢 還有如果買一些新經濟股 其實又不是每一隻 因為今天的指數呢 直上牛下牛下 到最終都是滾下去 那有一些個股不行 因為英國那個疫情大爆發 今天又頭跌到最後了 就是匯豐 我想其實去到四十元 你都不會追 那二十八元 你不要跟平保去撈 撈小隻 匯豐二十八元的時候 其實在同一個時間 你有很多東西好買的 賺得比他更多 那沒得好說 如果你堅持 是一定要在匯豐那裡賺錢的 很難的 那就算今天的渣打 這些比較多exposure 他們是英資銀行 exposure多的都跌得多的 長江基建和長和 在英國是多業務的 事實上 今天都是由頭跌到尾 當然香港這一邊都更加兇險 雖然剛才我經過 在廣東道 看到愛馬市 門口有一條人龍 Chanel門口又有人龍 那些朋友還有這麼多財富買 就想想想 不是啊 去年這些時候 每個人都去旅行 現在都是拿去旅行的錢去購物 其實為什麼不拿旅行的錢去購物 之餘 或者想想想賺錢 因為我們在第四季之前 跟未來資產的 Steven Jones 做了一集 在I Money 這裡清潔話 做了一集 都是說 是有幾隻他比較看好的 當然雖然賣花讚花香 但是Steven Jones 他是很熟悉美股的 而且是很善良的一個人 原來是叫他佛爺的 原來他的朋友 他就講了幾隻 如果大家記得 就是他講了幾隻 現在表現很好 今天都有創新高的這些ETF 因為ETF 我們說是懶人包之餘 也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令到你可以吃盡那個主題 一個新能源車的主題 我真的200元 我真的不敢買給阿迪 不過可不可以 有給阿迪 但是又分散了整個產業鏈 又有一些鋁電池 又有一些寧德時代 Tesla在買他的電池 這隻2845中華電車 2845 Global X 中華電車的ETF 昨天我們介紹過 今天提一提大家 它是再創新高的 126.2 我記得我們說的時候 是90多元 又不買的 923元 為什麼我記得呢 有時候給了人家 我還怕 我還疼 死了死了 不要令人輸錢 所以有時候 自己那些文章 就很遷就著的 講話給人家 如果在Youtube 比較貼事 和大家互動 知道大家 會留意哪一類股份 會給得更加貼 而且可以在策略上 和大家分享多些 會比較容易掌握 我們第四季 三隻ETF就夠了 Global X 中國電車 今天是125.3毫半 如果買了朋友 恭喜 我家裡樓下花店 我家裡樓下很多個花檔 因為很近大酒店 其中一次去買 去光顧 做給一個朋友 有位女士 她原來有看清淨話 為什麼我知道 她說 我買了那隻 245 我說你什麼價錢買 923元那些位 所以我記得 今天我又會看 有時候 你想一下 1211 給阿迪又上206.6 其實她之前 好像頂了一樣 不過她做了一個這麼高的頂 通常一個頂不是頂 第二次都會頂 就好像一隻2013微盟那樣 4元升上來 13元 接近14元 肉霸不能 接著 休息 守住10元 10元 總之你不要穿10元 還要上去派 的 失而復得 還有要記錄 EAN 記錄 都要做好 都要碰一碰 12.9 但是不等於這些價 你還勇猛去追 除非你跟得很貼 還有你 短炒的能力很高 另外一隻 就是 我們說 如果自己選股 功力 始終不夠人來的 或者有些股份 你根本都不會買得到 因為它有些A股 在裡面 有一隻中國消費 它一樣有海底佬 如果 我覺得現在海底佬 始終 如果你見百多倍 PG 真的不是 不是人買 百多倍市盈率 預測市盈率 二百多倍 因為今年倒退過 今天都還在升 2.7% 雖然未創新高 但是一樣有海底佬 這一類以海 這些餐飲 消費 牛奶 飛鶴 這些 都有一隻 就是中國消費的 Global X 又是 他們的出品 未來資產出品 這隻是消費的ETF 它今天股價雖然未創新高 但是起碼都在升 接近百分之一 另外一隻創新高 我提過大家 由年頭到現在 是不是潔淨能源 環保股未炒過 但是環保股不是值得 你看看光大那些 其實有時候它浮浮沉沉在那裡 幫不到你賺錢 光大那些都很難處理 但是如果它能夠分散在很多不同的風電 它有金風 又有其他很多清潔能源 那個範疇 那它幫你選擇 就好過你自己選擇 這隻就是209 記不記得就是我們給了第四季 是這三隻的ETF 今天這一隻Global X的中國結能 105.3見過了 收市105.3就是全日最高位 也都是創了新高的 那升幅呢 最終是百分之六 這一隻是有ESG概念的能源股來的 那最重要呢 就是想告訴大家 你選對主題 如果你真的不想高追某一些個股 但是你又想擁有這些 屬於這個主題的個股 但是又不想在風險過分全部灰下去 集中在這裏呢 唯有就是ETF幫到你幫到你了 那這個都是很多朋友呢 他們會問有些什麼買得啊 不買得啊 那這樣 那很多謝大家 今天很多講冬至快樂快樂 那多謝了 那Emma 大家這樣說 Emma都問了 9987 其實今天呢 有隻9987 都可以同大家 討論一下的 指數呢 我覺得 真是沒什麼看頭的 因為 你今天升什麼 那隻小米創新高 就拖回頭啦 那隻匯豐都搞死你啦 有幫都在浮沉沉沉 百姓中國 百姓呢 其實他上市到現在呢 我不覺得他有好好的表現 雖然 他本身呢 由低位 在380多呢 抽回上來 事實上 即是他上市呢 四百多元上 頭段呢 真是沒什麼看頭 不過之前呢 消費股炒到慶合合呢 他再爆一陣上來呢 都是四百八十多 不過近日呢 他可能 要再重新收集啦 那我覺得 在430元附近那裡 都有一個支持的 事實上 如果消費股呢 最落後 也是他的 我覺得他會好過這隻百威的 因為百威呢 負債是很重的 那這一隻百姓中國呢 是屬於Yumbrand旗下 其實都是 在美國那邊上 沒有什麼剃頭拿過來上去 還好 但是要留意著 他的表現呢 我覺得 不是真的 令大家會這麼安心 因為很明顯 他再確張下去呢 都是要是一些比較 做外賣多些的比重的餐飲 那雖然都有不少 好像貝萊德那些基金 都眷顧他 但是始終 我覺得暫時 消費股呢 他上市的時候 412元 不算有表現 現在是落後 那你可以博一下 在430元附近 但是上次 製高點480元呢 那裡可能會有機會見一下 做回多一次 看看能不能夠再挑戰上去 但是 是舉步為奸的 因為上市到現在 他 他叫做好看過 那隻白威 始終 內地 青島 雪花 啤 那個渠道 強很多 還有 始終上市公司 負債高 投資者的戒心是大的 就算入了藍籌 白威亞太 爆冷入藍籌 我們 都是覺得 黏黏的 還有 再上招股價 始終都是有種放生的味道 勇武身經就是雷軍 小米的雷軍 他講到明說 要擺脫這些 即中低端的形象 看看他怎樣擺脫 他的產品不差 他的水煲 飯煲 吸神機 那些 螺絲批 那些套餐 那些都做得很美的 不過始終因為他以往 採取薄利多蕭 所以現在要拉回去的形象 都需要一些時間 他的Redmi 紅米那些都做得很好 以他現在的股價 他還在測試新高 還有反反覆覆 如果你問現價有貨 怎麼看 我覺得如果9987 白星 因為現價有貨 你先拿著他 搏一下年尾之前 看看做不做得更好 我覺得現在散戶 不是那麼多人拿9987的 每個人都走去海底混賣 混賣 混賣 和炒到要計數吃虎 開到桃薇 那些累積升幅大的股份 不是每個都要做Windows Dressing 可以做Profit Taking 但是 這隻987 他都是沒什麼走過的 守住430元 那你繼續拿著 看看他飄不飄多 浸上去上次的高位 480元 至於小米呢 是反覆向上的格局的 還有些機會再挑戰多一次的新高 因為之前30元的制高點 是很…比較…好像很大壓力感 我覺得是表面的 但是呢 他今天上完30元 樓上之後 創完新高 再飄回頭 躺一躺下來 他想似乎是試一下 28.5 10天 20天線 28.5 27元 這裏的支持力有多強 如果繼續守住27、8元 你都可以 看一看 如果他賣向中高端 還有現在 比較… 就是… 將自己的檔次提升 市場是對他的 image 可能是品牌的價值 是看高一點的 還有Winnie Hello Chiman Hello MK 見到你了 Bella 多謝 團團圓圓今晚吃湯圓 多謝 向前望 最重要大家都身體健康 Yen問1787有貨 18.36 怎麼看 黃金金礦股近來都彈上來 因為金價 由1700多元 一路再抽上來1800 雖然在1800樓上 昨天去到 今天去到1880多 當美元 美匯指數 跌穿了90 這個位的大位 其實不止於黃金升 但是Bitcoin爆升 更恐怖更重要 如果不是有Bitcoin分流了部分的資金 現在說到央行 Elon Musk 都說對Bitcoin的眼相看 而關鍵就是 他們分流了部分本來應該去黃金的資源 如果你讓我選擇 我始終會夠膽買黃金多過買Bitcoin 因為Bitcoin一來 它在太短時間 由1800附近 一爆爆上2300 2400 這個升幅 太短時間 升勢過急 是沒有控制過 而黃金 反而持續 上次上升了2000之後 抖回到1700多 1700多 是捉到支持 再有機會 能夠在1800多元 1700多 給你買到 是很好的 因為美元 是隨著 央行繼續放水 所以應該未來幾年都回不了頭 現在又在說紓困方案 9000億又批了 將來都要找地方找錢 長期保持低息 那就是說 黃金應該都會繼續水漲船高 當然現在連央行 或者退休基金 他們都比較留意Bitcoin 可能就作為投資組合裡面的 其中一個組成的部分 那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些Yield Enhancement 或者當是風險資產這樣 希望增加回報 因為買物回報都低了 那黃金 山東金呢 其實它有A股 那它容易些掌握走勢 它本來都是貼的 如果是買金礦股 始終我會喜歡山東的兩隻 一隻就是招金 一隻就是山東金 那另外呢 紫金呢 它就應該會有很多股票 會拿出來 那還有刺激到股價 那應該有些收購啊 那近日 山東金呢 其實在十七元 十六個七啊 十七元 那這個很重要支持位 十七元是二百五十天線 守住了 那上回來 去到十八個七啊 十八個八這些位呢 其實就又擋住在一些重要的阻力 五十天線 那我覺得短期的話呢 它十八個三毫六 你留意一下 它再衝不衝多一層 只要那個美金夠弱 那這一陣子真是弱個藥煲 那它會和你看一下 要和你補那個 在十一月頭 下跌下來的下跌裂口呢 那個裂口要補到回到二十元七毫的 未必補得完 因為現在初步呢 它在十八個七毫半 十八個八呢 都應該先擋一擋先 今天呢 就是最高熟的 原來 那五十天線 擋得幾十的 一站穩上來 如果它 這幾天十八個八 站穩呢 它再上去就繼續補裂口 二十元那裡會先擋住 那一三一三呢 華潤水泥 水泥股呢 第四季似乎 沒有什麼力量 因為它們由年頭到現在呢 那個股價都算是很有表現 但是 去到差不多十一月中呢 反而那些profit taking point 很明顯 那這一隻華潤水泥 它是近日在十一個三附近 滾下來滾得是比較急的 現在應該沉原底的了 所以 既然在上高沒有走到 現在八個七八個八 等一下它 看看有沒有機會 慢慢修復失地 還有它這幾天呢 是有些 有些錢 想買回它上來的 那 升了幾天 今天呢 就剛剛好 那個阻力比較明顯些 受制於 十天線 九元那些附近的位置 那慢慢 打靚底 如果站上九元 那個走勢會好一點 八號仔 八號仔 是沈大師我猜 那 來去都是這些價 上次如果五個二 小小超 跟你收 你又給他的 那又 又代了一塊 反正這些價 隨時都買得回 五元附近 都擋得這麼實 短期我覺得 它都還在沉底的格局 可能它 都不會低很多 四個半 四個六 始終它的 那個 Yield 有六多 又相對穩定 市場 會比較看好 還有賣一些比較虧本的 好像 Viu NOW TV 那些 給了623 那 大家都知道 剛才衣服黏了 我就是想展示給大家看 KiloKiloKiloP 這個暖巾 可以坐在那看電視 很舒服 又漂亮 三八八 剛才回答了 冬至快上 冬至快上 冬至真的要快上 今天市場怎麼這麼下 我們早上 早上 和Michelle做節目的時候 說 為什麼市場這麼快 簡單是今天很多人說 冬至快樂 那 是啊 很快 五分鐘走到回家 Hello Eddie 那今天呢 其實除了跟大家說 有些 國策 利好的 這幾隻ETF 主題ETF 叫大家繼續留意 因為 他們都是會繼續創新高的了 都頭有不回的 那 還有一些就是 新能源股 那 那這些潔淨能源 新能源呢 今天有隻金鋒科技 那我忘記 金鋒科技 它其實是 上市不久 它是20元跌下來的 那 它現在那個股價都才是 14、5元 連續大升 爆升了三個月 那 一路 如果抽上來呢 事實上 沒有什麼點頭過 就是真的 還有呢 這個月 也似乎成交是縮了 所以 自己要 考慮了 那 20元跌下來的股票 它不會上回那些位 我擔心 它開始 是有一種 尋頂的格局 短期的話呢 還有得去的 還有得去 看一下 再破頂 上到去 我都不要 不要猜過頂字了 因為這些是 20元跌下來的股票 那 至於 還有什麼 可以追呢 market呢 其實是看幾範的 消費 今天呢 李寧 休息了一輪之後 又再創新高 你有沒有想過 3元的股票 又再上回 4、50元 但是 飄忽一些 它現在那個 整個走勢上 我覺得 它 升下休息 升下休息 儲完一輪貨 又再飄了上來 但是體育用品股 始終 給投資者那個 能見度 印象 和 就算是股值高 它們都追得上來的 始終都是4、50倍的PE 所以 投資者不會說 覺得太貴 因為 100倍 都司空見慣 當然 今天也有朋友 在我的Facebook Fans Page 留言問 剛才是搭車回來 搭了這位朋友 他160元 今天追6618 京東健康 我在想 其實 今次的指數公司 他們 立心都是想 煲起一隻 哇 一下子 你又配合 將市值 炒大 媽媽 九千多億市值 你就 自己一隻 單一隻 京東健康 都炒到上四千多億市值 已經入了 十大的市值裏面 立刻 人家被迫著 都要立你入指數 快速進去 我想 接下來陸續 都會有一些 新經濟股 來香港上市 都會玩這個遊戲 將自己迫爆 入到指數 但是 投資者最終 都要看他的股值 他仍然在賜錢 都不能太離地 所以 今天升了一成二的京東 都是因為他 今天收市後 他會入科指和國指 上星期 就是入富士羅素 但是這些因素過了之後 其實當他入齊了所有指數 Market 其實要求的這些公司 就是看你能不能送到收入 和業績 但是 上市 都是只有十天的股份 你就看著炒公求 今天 他的成交 都說有四千八百幾萬股 都是大成交的 如果這個股數 成交的股數 繼續保持著 你就拿著 但是 要提防 因為這個禮拜 只有三天半的交易 平安夜 是只有半日市 那 25日 星期五 就是Christmas Day 大家去買iMoney 所以 這個禮拜 我看過指數 未必會有很大看頭 但是個別的股份 繼續都是 國策那八個任務 其中 最有條件可以爆升的 就是這些 新能源繼續行 電動車繼續行 還有 消費股 輪流炒 又炒回去 用品股 還有 吉利汽車 繼續賣向 我的目標 二八九 還有 就是 看看 投資者 喜不喜歡 買不買 有些是羽葉股 今天這隻飛河 又飛上來 不過有時候 這些股 我覺得搖搖地 總之 他又去買一隻 一隻叫做 1431 大家有看過 是不是 這一隻 原生泰 原生泰 今天都跌了5% 不過 他 飛鶴呢 就入股了 就是原生泰 但是 不等於可以 就是 一直標上 上鑽去了 8日4之後 已經見到 不夠力 這些股份 我始終覺得 太小 有時候 炒一些大架 你會開心些 事實上 如果飛鶴都可以飛到 這麼漂亮 藍醜裏面有一隻 就是 蒙牛羽葉 都可以繼續飛得很好 他都有些收購 還有一隻 明元雲 今天 其實有時候 他和 微盟 就是 此消彼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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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元雲上次上完 54元之後 現在呢 又似是想下去 4748元 不過留意 如果他跌下來的時候 跌那天呢 成交縮呢 就應該不是真跌的 跌那天成交大 就真是真跌了 但是他爆回升那天呢 成交就上了 那麼這些都會是成為了 就是投資者 如果你是持貨的 可以繼續 咬著不可看好的原因 因為這一隻是北水 真的會是外股來的 還有 剛剛呢 那個道指期貨呢 一度是跌了550點的 納指期貨呢 也都跌了1.5% 在這個時候呢 大家 做東還做東 都要留意著 全球的疫情呢 是繼續 沒完沒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 還有 很明顯呢 就是開始 在 美股那邊呢 近期其實是好挫下的 還有今晚 今晚 Tesla呢 是入了 標普500指數第一天 之後呢 今天是第一天 入標普500指數 已經立刻 是跌了4.5%了 那 在這個 Futures的市場 裡面 在期貨市場 今早其實沒有什麼動靜 但是呢 現在這個時刻呢 都要提提投資者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這個期貨呢 已經跌了562點 跌幅1.82% Futures的100的Futures呢 Futures 英國那邊呢 更加大劑 英鎊今天 由1.35% 上去1.33% 封城 逃爛 那麽呢 就跌了2.8%了 Futures那邊 NASDA 跌了1.3% 跌了176點 標普500指數的期貨呢 都跌了超過2%了 那看好歸看好它們 就算玉白不能 我也覺得 趨吉避空是要的 就算呢 今天你留意這隻7500 這隻7500是很好玩的 我覺得 恆指 南方的反向 恆指 兩倍槓桿的ETF呢 機會又來了 指數未必會有什麼看頭 個股呢 都是集中在國策那幾個範疇 個股 那 真是可以趨吉避空的 就是一些 本身成份股呢 不只包含在香港上市的 那些同類主題股份的 剛才提過的 Global X的ETF 那還有就是 科子呢 其實在700 和9988 還有呢 3690 都不爭氣 之下呢 3690 其實呢 被阿爺說他 食相 衰 新華網說 那個 不顧吃相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熟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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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優惠都不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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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會員的客戶試他 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性命去檢查他 竟然不是會員的 優惠比會員多 發了一個貼文 說他割一些熟客、割一些熟客 不熟不吃 官方其實都很正視這些又賴到反壟斷的問題 還有用大數據去劏客被人說他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做節目講他的時候 他還在發脾氣到聲 最終是打回員營收 如果這一隻還有一隻9618隻京東集團 即是媽媽京東健康現在萬千寵愛在一身 媽媽京東集團借了 因為他旗下未上市的京東金融 京東數科都要把那個網上的存款 也是叫停 所以這些因素影響下 A、T、M、X、J 真的只有1810、只有X、只有X、只有X 只有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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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X AT、M、J也不行 令到今天那個科指其實都有點危險 其實在8400、8500附近這些位置 如果科技指數本身有一個明確的方向給我們看到 現在已經有反向的科指 是幫你做一下對沖 或者當方向確實的時候 可以捕捉科指的跌浪 始終大架重磅那幾隻 科指都很難搞 有隻小米有隻京東健康 都未必鬥得起的指數 這隻7552 這隻南方的恆生科技指數 反向的兩倍槓桿的ETF 是反向的 即是指數升它會搗 指數升1%它搗2% 但是如果你看準了指數 短期都是要交出來 不是每隻都會做Window Dressing 有很多做Profit Taking 或者阿爺現在反壟斷 那哪個最大哪些最惡 都不夠阿爺惡的 就是天殘腳 反向的科指的ETF 兩倍槓桿的 有一隻選擇的Market 就是7552 如果看好科指的一對 就是7226 即是52的一半 所以現在有些比較牛的股份 投資者一定是聚焦在新能源 消費 還有這類的個股 是會繼續大放異彩 可以用這樣形容 現在暫時我覺得 還有一些標普500指數那邊 比股越跌 資金是會走過來這一邊 所以不需要擔心 還有現在還在炒通脹 所以如果要跑贏通脹 可能就是有一些個別的 舊資源股 不是新能源 舊資源股 因為江西銅 江西銅因為國際的銅價 已經是上到重上8000樓上 其實這些市場 我覺得是有些過分樂觀 炒經濟復甦 但是如果是炒通脹重臨 其實這些資源股又是有機會 之前因為這隻江銅去過13元 試過兩次13元樓上 受了疑回 抖回到12元樓下 現在又再來試多一回 希望還有少許水位 再看2600中國旅業 這些回收率高的金屬 沒有那麼多運動 而且它真的走很多 事實上它走得特別快 所以希望大家有個愉快的冬至 今晚吃一個團團圓圓 大家齊齊整整的一頓晚飯 很久都沒試過 可以這樣在家 連續那麼多人在家吃晚飯 天天都想想今晚 吃什麼菜煮什麼菜 還有這個禮拜也祝大家 有個開心的Merry Christmas 聖誕節 多些陪家人 不要出那麼多街 我都會乖乖的 多謝大家 如果再有什麼問題 想在網絡上回答大家 也可以去胡孟青專頁 我的Fans page 放些問題下去 這幾天在家 我應該都會乖乖的 坐定定 回答給大家 畢竟明天都有市 記住 24號平安夜 星期四就是半日市 25號就是假期 大家記得去買iMoney 剛才這兩個貼了底 大家以為我是透明人 但是這個Kilokilokilopi 是很暖很舒服 和軟面面 大家記得星期五 iMoney 多謝大家 下星期一再見